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ing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今天山陽以線上發表會的形式 推出了新版本的全新敵決125 雖然跟上一代一樣都叫做全新敵決 但這次的改款它確確實實的 從外到內再從內到外 做了很多的提升跟改變 希望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讓它成為新一代的國民神車 但是它到底實際上改了什麼 對我們在日常使用中 是不是真的可以達到好奇舒服又捨有這樣的目標呢 今天我們就透過印新聞的方式來跟大家分享 全新敵決在改款之後它的種種特色 首先我們來看到它的外型部分 其實這一次改變很大的 就是在它的車頭正面部分 因為它用了一個全新的斜板設計 它以不同的材質不同的圖裝方式 將它區分為上下兩個區塊 同時也透過新的線條導入 讓它看起來更有層次感 其中我自己最喜歡的 就是這個在斜板上的弧線 它把它拉住了一個比較簡銳的線條 同時又向下收折 再透過底部這樣的車殼顯接 其實看起來真的很不一樣 跟過去我們印象中的國民車 就應該是比較呆板比較簡化的 這樣的風格呢 是截然不同的 我滿喜歡的 但是它的頭部造型呢 我就有那麼一點意見了 因為這次它在頭部部分呢 也採用了很多的線條 希望讓它看起來可以更俐落一點 但是就整個車體正面來說 我覺得 與其用這種多變的線條 你倒不如真的徹底的簡化 這邊就是很單純的 不需要多餘的線條 讓視覺中心擺在下方 我覺得這樣看起來應該整個 視覺的感受上會變得更好 但是這個部分的設計 我覺得還是要給予肯定 它有一個新的突破 車體側面部分呢 前半部一樣 延續這種滑順的感覺 然後一路來到中後段 在中後段的車殼 它就跟上一代的全新敵爵一樣 它是比較寬大的車殼 然後透過一些缸直的線條 變曲率的設計呢 讓它看起來比較有氣勢 同時也把它的視覺重心 放得比較低 那為了達到這個比較低的視覺效果 它在後半部的部分呢 也做了一個新的設計 就是這個跟PP牌子混搭的 上下兩段式的尾燈組 這個設計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乍看之下就覺得 這個過去沒有看過 而且感覺好像有一點厚重 但是跟整體車型搭起來 你會發現 它可以讓它那種成熟感 穩重感 可以展現出來 而且遠看有一種重車的感覺 這個部分的設計我是喜歡的 而且我覺得 未來如果山陽 把這樣的設計手法 導入到其他車款 像有一些車型 它可能是運動型的 比較年輕化的 但是只要它的體積做得 再跟您說集中一點的話 這種分段式上下兩層的設計 對應到不同的車型 應該也是很適合的 所以就外型上來說 我覺得它做出了一些突破 一些線的想法 跟上一代的全新的敵決 是很不一樣的 但是這種國民車 實用車型 最重要的還是它的配備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依序看看它的配備 首先在頭部 頭燈的部分呢 它是採用H17的燈具 雖然今天我們還沒有 試到夜間的照明 但是以這個規格來講 基本上你在都會市區使用的話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方向燈部分 它們也在簡報中提到 它可以讓它的辨識度 夜間的安全性變得更好 但是它使用的是乳素燈泡 這個部分我們也等之後實測呢 再來看看它實際的使用效果如何 尾燈的部分 包含方向燈尾燈主 也都是使用乳素燈泡的 好 那再來呢 是儀表的部分 因為 是經濟取向 實用的車款 所以儀表上它並沒有 太大幅的改變 它就是一個 簡單容易判讀的大型指針表 來作為設計 所以主要主視覺呢 就是時速 旁邊有油表 另外還有方向燈 遠光燈的提示 重點是 它為了讓我們好辨識 所以它在中央呢 加了一個小型的一劑目 提供你里程 機油更換里程 以及電壓的顯示 這個部分當然對於 使用者來說是有幫助的 可是我覺得 其實它可以在這邊 像之前的霧一樣 霧也是以使用為出發點的一台車 所以它的主要設計 也是指針的顯示嘛 但是它特別加了一個 小的一劑螢幕是顯示時間 那我覺得對於一個 日常通勤車款來講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今天騎這個車 我就是要上下班 我就是要接送小孩 我得看一下 我要遲到了沒 來不然接小孩 時間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在騎乘過程中 你要不斷的把手伸出來 看一下現在幾點了 或把手機拿出來 我覺得這並沒有那麼的方便 所以如果以一台 國民車實用車來講 我覺得與其用這樣的方式 你去提供電壓等等 你到部落直接提供時間表 提供一個小時中站那邊 我覺得會比較好 或許未來在改款的時候 這個三養可以再做一點調整 讓它的實用性變得更好 那往下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前置物空間 這個你要放700CC的飲料杯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實用性有顧到 中央的置物掛鉤呢 比較小型 但是它有防跳脫的機構 所以實用性部分也是有顧到的 那左邊的油箱蓋呢 是使用中控鎖來開啟的 它是彈出式的設計 很方便 但是講到方便呢 有個東西 我想要碎嘴一下 就是它的側腳架 其實這幾年 三養因為它有搭載 怠速熄火的車款 基本上都有配備 側腳架的自動斷電系統 就是當你把腳架放下以後 車輛就不能吹油 不能前進了 這是一個安全的防護機構 但是因為 全新敵絕油 它並沒有搭配怠速熄火的系統 所以它也一併的就沒有附上了 側腳架的自動斷電系統 這個部分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我知道 很多時候我們會希望說 車子停下以後 我要拿個東西 我只暫停一下 不要洗我好像比較方便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你還是有可能不小心去誤觸到油門 甚至前面有時候我們有載小朋友 他們碰到這都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會希望說 這台主打日常生活使用家庭用車的 全新敵絕油 如果可以的話 把這個功能 側腳架的自動斷電系統給加進來呢 我覺得會是比較好的 好 那看完了側腳架之後 我們來看的是中柱 雖然說 全新敵絕油它所主打的是男性的車主 但是有時候我買車回來 全家人都會使用嘛 有時候女生也會用 那又或者是我見到市區的時候 有些停車位比較窄 我把車放進去之後 我想要順利的駕起中柱 我會需要什麼 我會需要省力中柱 那這個部分 全新敵絕125呢 它有配置 再加上 它的車重 這次減輕了11公斤 所以你會發現 我在駕中柱的時候 非常的輕鬆 這個對日常使用來說呢 絕對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 真的要講到實用性 今天的一大重點 就是它的車廂 這一次 全新敵絕125 它的車廂空間呢 有37.5公升 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已經先把東西放在裡面 你可以看到 這個車廂 我們放了兩頂 4分之3的復古帽 還另外多放了一組雨衣 兩截式的雨衣 那甚至還有一些空間 如果我有錢包啊 手機其他小物 我通通都可以放進來 所以這樣的空間呢 是非常大 非常夠用的 甚至啊 其實有時候 我們不見得會把安全帽放在車廂 你把這些東西都拿出來之後 我們再次靠近來看它的車廂 你會發現 它是屬於一個 長寬型的設計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之前在介紹車輛 車廂空間的時候 我們都會拿全罩式安全帽來放 因為我們要展現它的深度嘛 那這也是很多人在重視 車廂空間表現的時候 所參考的一個點 可是這種 長寬型的設計 它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 當我今天 如果是雜物比較多 我日常生活使用的話 我會希望放我的包包 我會希望放我的電腦包 公司包等等 那這一些物品 相較於比較深的車廂來說 這種長寬型的設計 反而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它的表現 是很棒的 好 那以上呢 是它的配備跟一些特點 接下來要進入的 就是它的另外一個 主打的強項 就是 這台車 它坐起來 非常的舒服 這一次 全新滴絕也有它的座高 是755mm 非常的簽名 以我176公分的身高 坐上來 雙腳可以很輕鬆的平放貼地 而且我們會看到 它的椅墊很長 它的椅墊長度呢 有689mm 所以 不管是我今天自己一個人坐 來 或者是我們請我們攝影師進來 我們家的新攝影師精神 身高174公分 對 坐上來以後 我們兩個男生這樣坐 你會發現我前座空間很夠 我要往前 往後 都是舒服的 那它也一樣 它要往前往後 也都是很OK的 那這樣的設定我覺得 不管今天你就是單純求一個舒適 我每天上下班騎 我希望我可以坐得很舒服 因為它的椅墊泡棉設定也蠻柔軟的 後座也是嘛 空間也夠 那或者是說你今天假日出遊 你下班的時候要載小朋友 載女朋友 載老婆 這個都是很適合的 那這種空間其實 就我自己的經驗 上一次騎到是我們在試 HONDA的NT111 那是公升級的旅跑車 才有這種舒適寬敞的感覺 因為剛包含了身高178公分 而且體型稍微偏大一點的國軍坐上來 那個感受也都是好的 所以在乘坐感受上呢 我覺得它坐得非常的好 以一台國民車 一台都會通勤用車來講 這個部分的表現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 外部的 看得到的 用得到的 以及乘坐感受呢 我們都講完了 接下來就要進入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引擎動力 其實過去不管是目前市售的各車廠的國民車經濟型車款 又或者說這些車款在做改款的時候 其實引擎部分通常不會是他們所強調的重點 因為這種機型你只要能夠把價錢壓下來 然後使用性夠好就行了 但是山陽呢 依舊不是那麼的聽話 秉持這幾年的傳統 它在引擎部分也做出了很大的修正 這一次呢 他們這個新的引擎 把它命名為N-MISS系統 這個系統是跟日本的金兵一起聯手開發的 它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採用了雙火心塞的異時電火系統 同時它也針對引擎的本體做了很多的修正 包含它的燃燒是有縮小 然後它的氣缸本體呢 它的散熱騎片 包含它的引擎的進氣道 以及它的油道 都有做出一些優化跟調整 為了就是讓它可以獲得三大特色 首先第一個就是 更完全更好的引擎燃燒效能 再來就是更棒的散熱效果 以及維持足夠更加的處理 那在這三個目標同時 前進的方向之下呢 它們達到了一個很好的表現 就是在它的油耗部分 它可以做到 一公升汽油跑63.9公里 這個數字真的非常的驚人 當然首先它一定符合台灣能源效率一級的標準 這麼省油的車絕對是一級的水準 再來就是 根據官方所提供的數據 如果我們把全新的迪絕125加滿油 你可以直接從台北的101 騎到高雄的龍虎塔 請注意喔 是騎到高雄的龍虎塔 不是高雄的最北邊喔 它沒有淘甲薄 它是可以讓你從101 直接騎到左營的龍虎塔 所以 這台車它在省油 在節能部分的表現是非常棒的 甚至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想 也許我不在乎那些油錢 但是我今天加滿油 我可能可以 一兩個禮拜再去一次加油站 這個對於 日常生活的便利器來講 絕對是很大的加分 與此同時呢 它的動力表現也沒有衰退喔 因為 就照片數據來看 它其實跟前一代相比 它的動力是提升了9.3% 它的最大馬力有9.4匹 最大的扭力呢 也有1.06公斤米 這個相較於同級車來講 它的扭力表現是很棒的 它是希望這台車真正可以做到 省油同時又有足夠的動力的 OK 但是上面這些是官方數據 那實際前的上路 我對它最大的第一個好感喔 就是它的起步非常的輕快 過去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在現在6期7期環保 大家都訴求說 一定要省油一定要節能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車款 很多車廠他們都會決定 把前面從禁止起步的那一下 甚至包含整個低速區段 他都把它設定的不要那麼充 他讓它用一個很線性很柔和的方式呢 來換取更好的油耗表現 但是山羊他們並沒有遵循這樣的傳統 而且這個也是從這幾年他們 推出的新車上都可以看到的 即便我今天要省油 我要舒適 我一樣讓你該有動力的時候 要有動力 所以你會發現全新DG15 它騎起來它的油門轉下去 是很輕快 它的提速是很明顯的 在整個低中速域 你不會覺得受到任何的限制 你騎起來就是很順很暢快的一台車 這個部分我覺得它的表現做得很好 而且重點是因為 這次它的懸吊系統 還有導入他們家主打的 聯後養懸吊系統 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抑制車輛 在加減速之間的重心轉移 所以即便它的動力算是輕快 是暢快的 但是也不會讓你覺得有爆衝 很不舒適的感覺 這個部分我覺得它拿捏得很好 然後在我們今天整個市區的騎乘環境之中 我也覺得它確實是一台 當我今天要去接送小孩 我要上下班 我要在附近買便當買菜的時候 都可以騎得很放鬆很自然的一台車 這個部分我覺得它做得真的蠻不錯的 另外它的煞車系統 它這次有推出兩個版本 一個是古煞 前後都是古煞 另外一個是前疊後骨的版本 不管是哪一個版本 它都要搭載CBS2.0的設計 CBS我們也知道 過去最為人所詬病的就是 它是前後連動煞車嘛 就算你今天只單按後面 它前面一樣 感受到足夠的力道之後 它會介入 讓你使用前後輪同時煞車 避免車輛打滑 也可以帶來更好的安全跟自動效果 可是早期的CBS 不管是哪一場 老實講那個手感都很差 很多人試過之後覺得 大實在也不要買CBS的車了 但是在山陽推出CBS2.0之後 我覺得它又把整個手感跟自動力的表現 給達到一個新的平衡 這次它也搭載在它的車上 所以在自動在整個按壓的手感上 雖然前面我覺得有一點偏硬 但是整個自動的反應力上來講 對於它的車速 以及我們現在市區騎乘 我覺得是OK 沒有問題的 所以整個動態懸吊上來講 表現不錯 這台車比我預期中的一台新的國民車 因為當初他們在說我們要發表新的國民車 所以我想說 山陽要打破我們之前在其他測試影片所講的 你們終究也是要出低價的國民車來搶市場了 結果沒想到在發出之後 我們發現包含了外型 包含了引擎 整個操控表現 以及機能性實用性的部分 它其實都有同步抵稱 與其說是改款 我覺得它倒不如是用了這個名字 全新抵決 然後重新側頭側尾去做一台新車 這個部分我覺得它有做它的表現 但是問題來了 今天我們要做一台實用型的車款 國民車 你要怎麼樣讓大家願意去買單呢 很重要的關鍵當然就是價錢 老實講 在發表會 甚至到已經開始 我看了前半段的時候 我心裡都在想說 價錢應該不會太低 因為你現在說國民車 國民車再便宜大概都要7萬多 那能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他們今天發表之後 它的首購優惠價 如果你是前後股煞版本 只要5萬8千5 如果你是前疊後股的版本 也只要6萬1千塊 這非常的便宜 非常的划算 當然有很多人看到那個價錢的時候 會疑惑說什麼叫首購 是不是要付什麼證件 是不是叫什麼太久換新 沒有 它的首購其實呢 就是在6月30號以前 買這一台車 你不需要任何多餘的資格認證 反正你從今天6月1號開始 到6月30號這個月時間內 只要你決定要買它 就是兩個價錢 5萬8千5 跟6萬1千元 這真的是很超值的價格 對應上你新的引擎 更好的使用性 這些加起來 確確實實能夠達到衝擊市場的效果 我覺得三陽這次出的招 真的有嚇到我 那當然 在恢復原價之後 它的價錢是有所調整的 我們就以文字的方式 呈現在這邊給大家 但是 不管是原價 又或者現在是超值的優惠 所謂的首購價 其實我覺得它價錢上 它都把它壓低了 這個部分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也可以預期 這一款車全新敵決 夜5 在正式發表之後 會對台灣的市售率 因為其實截至 目前我們所得到的資訊來講 三陽的市占率又再次拉起來了 所以在6月之後 我想包含全新敵決 包含了目前他們所推出的各個車型 應該在市場上都可以獲得更亮眼的表現 這個除了對他們本身來說是一種肯定之外 我覺得也可以刺激台灣的市場 未來其他車廠 你要跟三陽競爭 一定要投入更多的資源 所以這個部分 整個未來台灣在下半年 這個車市的發展 是我個人很期待的 我也知道 這種國民車型 雖然它在騎乘上 它不像運動型車款來的這麼刺激 但是因為 它可以讓很多人的生活變得更便利 所以我們也會在近期快速的 盡可能的趕快來製作應測試 用一個完整測試的方式 來讓大家知道 這台車它到底還有哪些優點 你在選購的時候 能不能考慮它 它有什麼地方是值得你購買的 也歡迎說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問 你覺得說 我還想知道這台車什麼東西 也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快在這個月 來做出完整的應測試 來讓大家作為一個購車時的參考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想看更多車界的情報資訊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鈴鐺 先見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